那另外是日前有一個香港的女性 他跟兩位韓國籍的朋友來臺灣觀光 那他們參加了一日遊 就是九份 還有十分 十分瀑布行程 一日遊 結果這個香港的女生 因為他拉肚子 所以錯過了集合的時間 可是他只錯過一到兩分鐘 那即便他那兩個韓國的朋友 還有同車的團員都要求導遊說 我們要等他 可是導遊卻吩咐 遊覽車司機準時開車 那最後這個香港的女生 他只好自己搭Uber 到下一個集合點 然後他就跟導遊理論 理論以後 他就跟兩個朋友拖團離開 說起來他一定很不舒服 而且他跟臺灣的交通部觀光署投訴 那請教一下錢醫 你覺得這個導遊也太能學了嗎 這個導遊我覺得就是一兩分鐘 我覺得應該有點 他應該是可以設定 阿蘇比的時間 比如說他 等你五分鐘 對 比如說他整點 他是比如說一點要集合 他就說十二點五十集合就好了 提早 對 提早 反正大家本來 大家不是日本人都會有這個習慣 就預留一點阿蘇比 不然你馬上開走 大家沒辦法適應一定是會投訴你 阿蘇比 你站在哪一邊 其實我覺得可以等 因為他這邊有講到 他朋友有講 有說可以 然後重點是同團的 就是大家都會問 問說有一個人 可能他可能要等一個兩分鐘 或是五分鐘以內他也來 那同 我覺得同團答應 其實就OK了 那人有 總是有這種急 他落賽你也沒辦法 對不對 他是落賽 拉肚子 然後又很趕時間 說要集合 要集合 撈得很難 他都 撈得很難 他一直出爛 他說他去買東西 然後很快就買東西沒來 那可能同團的人就會不開心 可能就會說那他多久 那可能這個是 如果是每次都這樣子 可是他的問題是落賽 生病 那我覺得同團的人答應了之後 我覺得導遊應該要等他 他上一餐把肺吃太多了 導遊有說 他接受訪問 他說 過去曾經等過遲到的團員 結果反而被其他團員投訴 其他人的時間 人也是很寶貴 對不對 所以小胖 你們也為難了 對 像這個問題 說實際上 你假如一兩分鐘 那個阿蘇比 就像前一講 我們會把時間拉長 但是有阿蘇比的時間 讓你可以去緩衝 第一件事情 人有三級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哪個級 人有哪三級 就是上廁所 肚子痛 那些還有東西忘了拿 那種 或者早上出來 有的還睡過頭 我們曾經碰過的客人 就是說 你知道嗎 他是慣性 就跟伊迪講的慣性 他第一站停的時候 五分鐘 第二站十分鐘 結果有一站 我在等他的時候 發覺他十分鐘以後還沒來 因為他前面就有一個關係 我就把他 請導遊 把車子開走 車子開下一站 他來的時候 是遲到半個小時 他跟我理論 我就站在那邊等他 車子呢 我車子走了 你們只遲到半個鐘頭 那以我現在的 現在我的問題 告訴你 第一個我的職務 要把你帶去跟客人會合 或者我帶你回到飯店 完成你今天的行程 那這身中間的車子 產生的車子 你要出錢 我旅行是不負責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子 你遲到 你的三十分鐘 車上有二十個客人 每個人都三十分鐘 你賠得起嘛 對 那就十分鐘 這樣跟他講完以後 你就發覺 他就很生氣 那我們回去 好 你就回去 回去以後我就看 其實我花了更多 我要回去坐著車子 再去找我的 找另外那二十個客人 是 那但是我的立場 我的捐贈的立場 對不起 我告訴你 你要跟著客人跑 還是要跟著客人 因為要跟著客人跑 一定會被客人 隔天早上騎著出發的時候 都會想 哦 你要你們兩姐妹 是你們 我們昨天等你們等好久 我跟你講 後面都不會遲到 就不會遲 都不會遲到 另外呢 這種情形 我也很 在導遊這部分 我說 你被人家投訴 就像我們常常發生一個問題 拖團的問題 那個客人轉機 告訴你飛機 幾個時間 你那個要轉機 要轉機時間 你到的時候 結果他轉機時間沒到 好啦 飛機要不要飛 領隊擋那邊 我還有兩個客人沒來 我到底要不放 他後來直接送平保 平保 平保下來之後 那時候那你 你知道怎樣下來 平保 他投訴平保 因為要被放鴿子 他自己又花了十萬塊 旅遊品質保證協會 他去平保去投訴說 那個領隊放他鴿子 好啦 這團總共有十五個客人 你兩個客人拖對了 這十三個客人沒拖對 好 他說你領隊 你要下來等我們 因為我們語憂不通 在伊斯坦堡 好啦 好下啦 領隊說我下來的時候 那十三個人投訴我 他們也沒有領隊 對啊 那你兩個你是因為你遲到 航空鍋是不讓你上飛機 對 那我必須要放你還是放他 他是他還有 堅決的還有一個動作 一定要做 告訴旅行社 告訴 告訴 告訴旅行社 這兩個人脫隊 想辦法找人 去把這個人帶回去 就是這樣子 那你說他一個人回來 你就像他剛才說 我要維持這兩個的權益 還要損失其他人的權益 好 不過我也請教一下雷邱律師 就是說他讓這個遊客 他不等他 那不等他 他自己做Uber 還好啦 因為這個香港的年輕人 可能他一切都應付OK 如果中途發生什麼危險的事情 這個責任誰負 這個不會是旅行社負 因為他中間已經拖團了 所以就不在那個範圍內 而且我們通常那種旅貧險不變險 保的是那種什麼天災人禍 這種意外事故 對不對 像這種其實導遊不等他 這種其實算是人為的 如果說獎金這樣可以理賠的話 那我每天都叫導遊 不要等我好了 對啊 然後我就拿到一堆保險金 不能這樣子解釋 不過如果真的有的老伙 他也不會叫Uber 怎麼辦 其實我們必須比較嚴苛的 這樣子講 就你老人來參加 你還是要自己負責任 因為都是成年人 可是他不是故意脫團 他是真的肚子痛 落賽 其實我們在食物上最擔心 誰叫你落賽 有時候老人家腸胃功能不好 不是這樣講 我覺得這個都要合理 一兩分鐘當然可以等 問題是你說你落賽 我們怎麼知道是真的 要拍照 不是 沒有大眾人 我的意思是講的說 就是你 這樣怎麼拍得到 不然他會不相信啊 我跟你講 你如果辦過那種犯罪 你就知道一個人做錯事 他還有一百種理由 各種千奇百怪的 你沒有辦法判別是真的假的 對 被騙了 所以不要拍影片 連中邪都可以拿出來講 對啊 那你說拉肚子合理 那我說我當天掌上中邪 你為什麼吃到一小時 我中邪就可以 我的這個 什麼誰誰誰 哪個神上我的身 害我遲到十分鐘就可以嗎 對啊 我告訴你 法院一天當然遇到這種人 在講這個話 你如果每個都要聽的話 你聽不完 真的 真的 什麼 有人上身 這個是很好 有一個朋友 有一個人不知道很想起 跟他摸一摸 兩個人的老家 要離婚 太太問說 那天你是怎麼樣 不好意思 我好像有人上身 你 卡到卡到 不是我 不是我 那人不是我 這有筆錄的 這個他寫在筆錄上面 沒有用啊 沒有用啊 對啊 打他老婆說 我卡到泰森 對 你說泰森人又在的 泰森 他怎麼會知道是誰啊 你也不知道泰森是誰吧 泰森是拳王 拳王泰森 他有沒有人又在的 不然他就上身 可是我自己的經驗 我那時候就跟我前夫講說 如果當場抓他在外遇 他如果真的跳起來 我真的可能還會原諒他 我真的會原諒他 為什麼你會原諒他 我會覺得又氣又好笑 他連為了這樣子都演得出來 我會真的滿好笑的 就是你會給他一個下台階 我會給他一個台階 太好笑了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